BBC又渲染中国威胁 为何中国能在军备竞赛中胜出 英国广播公司又在设法渲染中国威胁了 已曾在对华报道中使用阴间滤镜 而令中国网友印象深刻的BBC 21日刊载题为 为什么中国能在新全球军备竞赛中胜出的文章 对中国的军事实力进行梳理 当然 与其一贯的套路一致 这篇文章末尾也抛出一个问题 中国是否正在从不对抗转向 更具威胁性的立场 在岛屿部分 文章宣称 中国在导弹技术 人工智能等方面的进步 引起了许多西方观察人士的严重关注 他们认为全球军事力量平衡正在发生深刻转变 文章称 目前在军舰数量上 中国已经超过美国 成为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海军的国家 文章也不忘记专家之口提一句 简单的舰艇数量比较忽略了 决定一支海军能力的众多音速 但对趋势的研究可能是有效的 而关于已超过5倍音速飞行的高超音速导弹技术 文章援引西方专家的说法称 中国实施的有关试验表明 中国军方正在获得这些导弹的路上 当然 BBC的文章也提及不少西方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式惯用的说法 中国推行军民融合 将人工智能技术用至军事 发展核武器 军费不透明 在国外进行了大规模的网络行动等等 文章援引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学者莱奥尼的话称 就目前而言 中国的方法仍然是不战而胜 但他补充说 中国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改变这种策略 拥有完全现代化的海军力量可能是一个转折点